秀林乡公所110年狂犬病预防注射 以及宠物登记巡回活动 从3月9号到18号 是在各村的社区活动中心展开 同时也有宠物晶片的登记 秀林乡公所期盼 能够有效地防治狂犬病的发生 并且照顾宠物健康的效益 秀林乡公所110年度 狂犬病预防注射 以及宠物登记巡回活动 从3月9号到18号 在社区活动中心正式开跑 秀林乡公所为了便利乡民 究竟注射狂犬病疫苗 以及宠物晶片登记 明年都会办理全乡部落狂犬病 预防注射以及宠物登记的旧活动 这狗来打疫苗是不是 第一次带它来打 那它为什么会发抖 看到很多狗会怕 就是打疫苗是为了狗的安全是不是 对 我抓好 这次最乖了 最乖了 新闻一下中文明哥表示 传统泰鲁格子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一 就是每个家户几乎都有释养犬姿 这种文化也流产自当代部落社会 因此新闻一下共所便利乡亲的需求 省去舟车劳盾到市区施打疫苗的时间 明年都会办理狂犬病预防注射 以及宠物登记行为活动 期盼能够有效防治狂犬病的发生 以及照顾宠物健康的效应 这样师父缴死定居民 亲就里面投降 um 一下下 check